吉娃娃是原产于墨西哥的小型犬种,以其可爱的外表和小巧的体型而闻名 外貌和大小,吉娃娃是小型犬,成年体重从约2磅,约0.9公斤,到6磅,约2.7公斤,不等 它们通常高约6英寸,约15厘米,到9英寸,约23厘米 它们有圆头,大眼睛和直立的耳朵,这赋予它们特有的可爱外表 毛发和颜色,吉娃娃有两种毛发类型,短毛和长毛 短毛种具有光滑而有光泽的毛发,而长毛种则有柔软蓬松的长毛 它们有各种颜色,包括褐色、黑色、奶油色、淡黄色、白色以及各种花纹和斑点 性格,吉娃娃活泼好动 虽然一些个体可能有点固执,但它们对主人表现出深深的依恋,喜欢玩耍 尽管体型小,但它们可能表现出勇敢和大胆的态度,有时认为自己比实际体型大得多 然而,由于个头很小,与大型犬交往时应该小心 它们通常性格友好,喜欢与其他狗和人交流,但有时也可能表现出较强的独立心 护理与健康,由于体型小,吉娃娃适合室内生活 它们需要适度的运动,如每天散步和游戏时间,但相对于大型犬来说,它们的运动需求较少 护理相对简单,通常每周梳理几次就足够了 鉴于小型犬异患牙齿问题,牙齿护理非常重要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和接种对其整体健康至关重要 寿命,吉娃娃的寿命通常在12-20年左右,基因和护理等因素会影响它们的寿命 历史,吉娃娃有着悠久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古代墨西哥 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与吉娃娃相似的雕像和图像 它们被认为与阿兹特克文明有一定关联 在19世纪,吉娃娃被引入到美国并逐渐受到欢迎 最后,在考虑领养新宠物时,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谨慎的考虑 尽管吉娃娃是迷人的伴侣,但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个性 因此负责任的宠物拥有者需要付出爱和承诺